龙霄林听罢竟是猛吞口水迫不及待 司马上将 快把轩辕柔的记忆影像给我凝聚出来 我倒要看看 他是否如你说的那般的美 于是乎 司马雍正右臂一挥 一捧仙力在大殿内凝聚出了轩辕柔的模样 龙霄林眼神中散发出恶狼般的悠悠绿光来 一时赞不绝口 美 实在是太美了 身材窈窕 肌肤赛选 千千玉手 还有那小蛮腰 会不会被风一吹就折断了 尤其是他的双目 像极了蓝宝石 太美了 简直就是人间有物啊 这样的小美人 必须是本城主的 不错不错 待本城主将轩辕柔弄到手中 给你记大功 城主 您也知道 轩辕柔恨不得杀了属下 和其他脱离轩辕仙城的上将军 您若娶我 您若娶了他之后 属下担心 他会挑拨离间呢 是啊 是啊 城主 一众背叛 轩辕仙城的上将 亦是点头覆和 龙霄灵大受一挥 你们无需担心 轩辕柔在本城主眼中 只是一个玩物罢了 本城主不会为了他 而做出让你们寒兴之事 司马雍正等十一人文言 顿时如实重负 龙霄灵右手一番 手中出现一枚空白玉剑 玄疾将仙石侵入其中 在玉剑上写下一行行字迹 而后便将玉剑递给了令狐云飞 傅城主 你亲自去把玉剑送到轩辕仙城 送了后立即离开 一路上注意安全 随后 令狐云飞便领命而去 时光飞逝 一年有七个月后 极品时空仙圣塔66层内的谭云 如今已迈入炼仙境十二节 且将五行霸体十二节巅峰修炼完成 只要迈入地人境一节 便可修炼更加强大的十三节风之霸体 风之霸体蕴含了五行霸体 致使风属性尤为突出 谭云犹若一尊磐石 仍旧一动不动 继续盘坐修炼 同一时间 轩辕圣山之巅 极品时空仙圣殿九层 正在闭关的轩辕柔 听到殿外响起了张义忠的声音 城主 一气之城副城主 送来一遇见 虚空微微震荡之际 轩辕柔便出现在疯癫之上 带将玉剑毕恭毕敬交给轩辕柔后 张义忠便离开了此处 轩辕柔则带着疑惑 将仙石浸入玉剑之内 当看到玉剑上的内容后 他气得是焦躯发颤 轩辕城主 我是龙霄灵 本城主 就是有个老牛吃嫩草的爱好 我听说小柔柔你长得美 皮肤能滴出水来了 故而 要让你成为本城主的女人 哦对了 司马雍正还说 你到现在 还未尝过男人的滋味 你放心 本城主技术高超 一定会让你尝尽世间 最美妙的感觉 你等着 待本城主 攻破轩辕仙城之时 本城主要日日蹂躏你 不过那个时候 本城主便会血洗仙辕仙城 除了不杀你之外 鸡犬不留 若不想让轩辕仙城生灵涂炭 你看到玉剑后 就把身子洗干净 然后乖乖地 自己送上门来 否则 后果自负 龙霄灵 我轩辕柔 定让你不得好死 轩辕柔极力平复情绪 接着便返回 先生殿内 闭关修炼 光阴四溅 转眼便过去二十年 这二十年里 上等仙人的仙君 屡次在轩辕仙城周边挑衅 然而 轩辕仙城是盖不应战 上等仙人的将领 忌惮轩辕柔的实力 也不敢靠近轩辕仙城 同一时间一气之城 今日的一气之城颇为热闹 因为仙民们得知 少城主龙敖 在时空法宝内 修炼数万年之后 如今已迈入帝王境八戒 即使辉宏的大殿内 城主龙霄灵 披上战甲 他身旁气宇轩昂的龙敖 亦是铠甲加身 犹若一尊战神 负责二人身前 司马雍正等二十名上将 整齐而立 龙霄灵浑浊的毛子里 寒芒避现 语气中皆是掌控全局的味道 如今我儿已迈入帝王境八戒 我们是时候覆灭轩辕仙城了 待抵达轩辕仙城后 本城主来对付轩辕柔柔 其他人负责血洗轩辕仙城 鸡犬不留 一年半之后 龙霄灵率领二十位帝圣经上将 两翼将士 浩浩荡荡抵达轩辕仙城之外 从苍穹俯瞰阵时 当真是密密麻麻极为壮观 龙霄灵仰视城楼上一名仙兵 速速打开城门 降者不杀 那仙兵看着这么多敌人 尽管有护城大阵阻挡 但仍旧被吓得双骨战战 下一刻 如今已是地人境十二阶的轩辕长风 凭空出现在城楼上 他望了眼城外大军之后 便神色凝重地朝轩辕圣圣山而去 既不打开城门 那本城主攻破便是 所有人 进攻轩辕仙城的护城大阵 随着龙霄灵一声令下 两翼将士纷纷手持兵器 一时之间 一道道五颜六色的 剑盲刀盲 枪影垂盲等等兵器蓄影 皆向城门轰了过去 当所有的攻击 轰击在护城大阵上的瞬间 万龙齐名 一条条长达万丈的金色神龙虚影 便自轩辕仙城之上的镇墓之中 急速游掖在了城门上空的镇墓之上 隆隆之声不绝于耳 在震耳欲龙的巨响之中 让龙霄灵震惊的是 他本以为轩辕仙城的护城大阵 会瞬间土崩瓦解 却没曾想 镇墓固然剧烈战力 却丝毫没有破灭的迹象 给本城主继续进攻 一直攻破为止 龙霄灵再次下令 一个时辰后 轩辕长风透过外城 通往内城的传送阵 进入内城 抵达轩辕圣圣山之巅 他冲着屹立在封巅上的 仙圣殿神色焦虑 城主姐姐 大事不好 一气之城城主 带领二十名上将 两亿仙兵临城下 华阴芳罗 换上一袭白裙的轩辕柔 便在疯癫上凭空现身 浑身散发出 帝王镜九阶的强横气息 我先去看看 出长 gets Nuclear 优优独撊 有时辿断 或是白裙的个血